网贷平台暴雷潮还在继续,在一片丰盛和力当中,一家经营域名交易的平台也卷入其中。 近日,时代财经街的多位投资人爆料,珠海市一亿米科技有限公司,几下域名的域名交易平台,1618出现崩盘,跑路的情况。 据投资人介绍,该平台次次抵押用户域名贷款上亿元,导致用户域名无法赎回。 此外,该平台还设下连环套,圈走投资人网贷资金,推许你投资品割韭菜,导致投资人损失惨重。 这更像是一个幌子,在为背后的时控人转移资产打掩护,消失的域名,连环骗局被揭开盖子,还要从域名被私自抵押开始讲起。 今年6月中旬,在1618域名交易网站上,一部分用户提取停放在平台上的较大数量域名时,发现操作结果失败,无法完成提取。 自此,关于域名已被平台私自挪作它用的消息不禁而走。 所谓停放,指的是用户将其持有的域名,存入1618平台账户。 平台按照90天,180天等不同的停放时,常给用户发放收益。 停放确定后,域名随意买卖交易的功能随着暂停,并推动该类型域名价格稳定上升而提出的规则。 每天还有收益也不错,但其实这个时候,平台已经将停放的域名,私自拿去抵押了。 域名被平台私自抵押的消息引起连锁了反应,1618用户集中提现,导致平台出现挤兑的情况。 但事实上此时平台已经无资金兑付,提现申请截至目前,还处在设核状态。 跑路已然成为事实,平台跑路并非没有先兆。 6月15日,1618,域名交易平台的实际运营主体,珠海市伊尼科技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发生变更,法人代表由消停变更为攀行。 而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,1618实际控制人神小行,攀行,6月16日先后离境。 时代财经通过天眼查发现,该公司已于7月3日,被珠海市亨秦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,列入经营一场名单,列入原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。 据投资人估计,自生母COM域名,被1618抵押数量在2万个左右,其中1万个属于自自罗用客户的域名,而自生母CN域名,则被抵押了近7万个。 按照抵押平台售信价格,每个自生母COM价格为4500到5000元,自生母CN为600到800元,1618平台,凭借域名抵押获得的贷款额近1个亿。 且流向何方,被司司抵押的域名又能否赎回,一切都处在未知当中。 时代财经调查了解的,1618域名抵押,涉及多个网贷交易平台,其中米贷、减贷、958等平台交易比重降大。 通过投资人公布的与抵押平台工作人员沟通信息截图来看,被抵押的域名目前处于被平台放监管状态。 也就是说,如果1618不履行还款职责的话,域名实际只有人想赎回域名比较困难,投资人想要拿回域名,但关键的核心点,是1618平台跑路了,网贷投资骗局。 事实上,除了平方域名,被161844抵押外,同时无法提取转出的还有借贷人抵押给1618投资中心的充当抵押物的域名。 据了解,该投资中心是1618平台开发出的,类似于网贷平台类的投资平台,投资页面位于1618关网贷页面,目前已被关闭。 投资人可以在投资中心出借资金获得收益,年化收益14%左右,投资周期一般分为30天,10天,90天。 投资中心资产端的来源,主要是域名持有者,列代人以持有的域名作为抵押物,获得融资。 而据投资人爆料,不分以域名作为抵押融资的标的,出现了不少逾期的情况,主要原因就是抵押物域名被平台挪走又做贷抵押,即使正常还款,也无法保证能赎回域名。 不过与域名无法输回相比,损失更加惨重的是出借人,几对抄发生以后,在没有任何公告获得情况下,投资中心突然关闭,投资人到期投资资金迟迟无法提现。 截至目前,官网显示期限状态人为审核中,时代财新从一位张信投资人手中获得的资料显示,自6月24日以来,该账户提现申请,就再也没有成功。 截至7月18日,账户累计申请提现金额,达到4518,019.17元,即该张信投资人超过450万投资款项,至今尚未拿回。 甚至有投资人怀疑1618投资中心是显示购标的,存在自容的嫌疑,比如,我没有往平台账户充值的时候,平台上显示的可投资标的就只有几个,有时候还经常不满标,一旦我充值了,就会出现几十个标的,充值多少钱都能全部投资完。 就在了1618平台崩盘的前不久,平台推出一个全新交易模式,平台生成虚拟的OO、CN、VV、CN该预名并无实际价值,纯属于平台推出的虚拟投资品。 等预名由投资人购买,发行价为7元左右,交易规则是每1000个OO、CN或者VV、CN需你预名可以随机兑换一个价值,在6000元上下的45亩预名。 对于推出OO、1618方面给出的理由是,将一个价格高的品种进行拆翻,相当于大半价格降低了不少,便于投资人交易,而且也能让更多的普通投资者,参与到高价域名交易中来。 但实际情况是,当1618,不断生成此类虚拟域名,投资人大量接盘之后,此前承诺的兑换4生目高价域名,却成了空投支票。 平台方通过拖点等方式,拒绝用户兑换,拥有实际价值的4生目域名,直至平台套路,购买了无域名的投资人,竹篮打水一场空,吸引投资人入场。 当大量投资人入手此类虚拟域名之后,不给兑换真实域名,其价值也就去零了。 相对于拥有真实域名的投资人来说,即使平台关闭,也是存在通过述送等手段追逃的可能,但对于一堆虚拟域名来说,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 至此,1618连环片局已经逐渐清晰,但同时,除了不知所踪的1618时空人,还有不知去向的占议员贷款以及投资人资金。 如果你不想打工,如果你遇到了挫折瓶颈,如果你不想用自己的青春成就他人的梦想,我愿意帮助你改变你的人生方向。 欢迎交流,想创业的朋友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